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很多人想找一款备用机 其实很多人首选还是苹果 那么什么型号适合做长期备用机 那么来看看这款手机 我想应该可以满足你用几年 它采用A13处理器 就可以足够证明它的价值存在 这款机器其实就是SGI 备用机肯定是需要小巧 价格1000左右 我想很多人都是比较认同 下面十度选机交成对白 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相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台机器我们挑选好的 这个这几个手机呢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去看一下这个螺丝 你看到没有这这螺丝就没有动过的痕迹啊 这些是一些小灰潜的系统都没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99的 这个走多少钱 这个走多少 这个这个 13是吧 他这个99的呢 9135啊 好 哪里面这个99的就是主要看 135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的外观两个 左侧 这个专门可以测电池用的 这个就可以我们在环境每个都可以拿货的时候专门可以用了 我们拿货的话 现在就准备好这个东西 电池就好容易测 省省时间 因为他这个是没有激活的嘛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有99 然后我们再进去插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手机到底有没有99 这个手机完全就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这里这里就是99今天85次 啊 这个外观太花了 不要了 这个外观太花了 还没好一点的呀 高一点的 没有了 那就拿这个算了吧 ok 那你记下这个碗吧 记一下这个 没有就没办法了 你先一千张啊 好了 两个一千张搞定啊 1300好 搞定了啊 ok 1300搞定iphone最强备用机 对于疫情期间 烦人的口袋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不方便 更多手机好情 请看网期视频